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去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去的会比较尴尬 为什么这么说呢 非常简单 第一个到哪去以后吧 像他们这种很 就是说 怎么说很底层的菲律宾人啊 都是一大家庭 一大家庭的 很多呢还住在这个村里啊 山里的村里啊什么的 以往呢 我去过 一进去以后呢 就会陪一堆啊 这个小孩围着 不限于是他们家的 可能周边的小孩也有 为什么呀 没见过外国人 新鲜啊 哎 就一 就你一走吧 就一帮人就在你周边围着啊 然后你还不小心能踢到俩啊 有的还拽你裤腿 然后呢 有的还预判你的路径 在你的路径上等着你 就为了看你啊 就是那种呆萌的看着你啊 非常的可爱 呃 唯一和某个国家不太同的 不太相同的是什么呀 这帮小孩倒不会上来啊 搂着你哭啊 感谢你的恩情啊 这个几十倍的都还不完啊 反正呢 就去了以后吧 你看这些小孩吧 挺尴尬的 老围着你 第二个呢 还是语言上的问题 很多这个菲律宾人呢 就到这种节日上啊 会租一个那个移动的KTV啊 移动的KTV 然后呢 大家呢 就是唱歌嘛 Party嘛 就是唱歌 但是他这KTV啊 只有这个菲律宾语啊 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方言啊 还有这个英语 呃 当然这么说也不是很严禁啊 因为我在那上面也发现过张学友的歌 只不过呢 也是英文版的 但是咱这个呢 唱英文 中文歌都唱的跑调 别说英文歌了 所以人家非常热情的 照顾你唱歌的时候 你唱不出来 或者拿着话筒啊 在那发呆 说真的 那真是到了 拿脚趾头抠出几个地下室的尴尬境界了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虽然很热闹 但是你去了以后呢 你反而呢 会给人添一些这个氛围上的负担 另外一个呢 你就是作为外国人去吧 就是菲律宾人嘛 都很热情 啊 一定会把这个最好的东西啊 给你啊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 呃 当然这最好的是他们认为最好的啊 比如说我以前去到那玩去 他们一般都会买烤猪啊 呃 准备烤猪啊 准备什么蛋糕塔呀 弄点那个 呃 面条啊 饭啊 什么菜呀 对吧 大家开party就吃啊 喝啊 什么的 那有一个菲律宾人就觉得那猪鼻子是最好的 一去了 他先把猪鼻子切一半给你 让你吃 这他妈 我真吃不下去 你知道吧 还有的呢 比如说像以前我那司机他们家过过这个party啊 圣诞拍他们去了 去完以后呢 人家 因为我老用他车 我是他老板啊 人家肯定得特别招待你啊 所以人家跑了好几个镇子 买了两个龙虾 啊 然后花了一千五百批呢 然后呢 回来煮了 哎 招待你吃 呃 那我当时真的是看着他家徒四壁的样子 含着泪吃下来 咱真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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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添多少负担呀 对吧 所以呢 像这种圣诞拍吧 一般我就 虽然你邀请 我也就婉拒了 不去啊 当然了 以上我说的这些呢 都是 穷人家的这个 菲律宾穷人家的这圣诞拍啊 我相信有钱人家的圣诞拍呢 肯定是挺不错 比如说 我们工头也邀请我去 我们工头呢 在我们这些菲律宾公邮里啊 算绝对有钱的 比我挣得多 他一个月 小五万批呢 啊 那生活是很 很他妈自在的 怎么讲啊 我们这工地啊 远离这个市中心嘛 每天呢 他要点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还加一个点心 光他们运费就八二批 从go up上 每天一个呀 每天一趟 我给他算了算 26天 啊 每天300 就花了他将近八分之一的钱了 啊 我就纳闷了 我说你呀 他妈没有房贷 车贷 孩子债啊 对不对 啊 能每天吃这个 关键呢 这哥们呢 呃 为什么我说他算菲律宾过得比较好的人了 每天呢 吃饭的时候呢 得吃药啊 比如说酱糖药 酱血脂子 得吃 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些药啊 他说嗨 他说我喜欢吃甜食啊 喜欢吃这个炸鸡啊 这个炸的东西啊 所以血脂也高啊 血糖也高 所以就吃这药 他说这个也是我们菲律宾有钱人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没办法 就是嘴上吃的要好一些啊 然后呢 特别搞笑的是有一次 我蹲在地头啊 跟其他的菲律宾工友啊 吃这个酱油拌饭的时候 他就过来 很惊诧的看着我 问说 诶 你怎么跟那些菲律宾人吃的一样呢 我听完以后心想 你啊不是也是菲律宾人吗 后来一想 哦 这孙子没加定语 加上定语呢 就应该是什么呢 就应该是 你怎么跟那些搬沙子 筛沙子 贺水泥 搬砖的菲律宾人吃的一样啊 那可不一样吗 我跟他们挣的钱差不多 可不是跟他们吃一样的吗 我要是挣50万 那对吧 那我可能吃的药比你还多呢 对吧 所以呢 说实话的 就不是很想去 然后呢 当然了 他也特地跟我强调说 他们家的那个party呢 炸鸡都是从周立被买的啊 更好 你去吧 还有日本人啊 韩国人啊 还有些欧美人啊 明天也会到他们家参加这个party 哎呦 卧槽 你说是不是这个菲律宾稍微有点有钱的人都得混外国人的圈呢 凸显自己这个身份比较高贵啊 对吧 反正呢 后来我还是婉拒了 毕竟啊 还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比人要差多了 还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啊 趁着这些日子 这个下雨有间隙的时候啊 把这个房顶的补补还是最实在的 得了 今天跟大家扯在这吧 没什么再继续扯担菲律宾的事儿